有你幸福 共祝花团禁足 好 幸福 大家好 我是黄奕律长 各位参观家人校午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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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是沈玉 我来分享一下 因为这是讲小孩嘛 我来讲一下我当时的实验 在我看了XMAS的书籍以后 里面提到要实验 我有一个儿子跟女儿 他们相差两岁 然后自从妹妹稍微大以后 因为妹妹她真的也算比较鬼灵精怪 所以大家就也对她的关注会比较多 那继而让她产生了很大的一个 嫉妒心跟情绪上的反应 然后这个反应累积到后来变成 让我也觉得很头痛 她开始会有很多脱续的行为 然后让我们在管教上产生很多的麻烦 像是她的固质程度可能也比较大 我们沟通不了的时候 她常常就会伤害自己 像之前也曾经为了 就曾经让她冷静啊 的时候她就伤害自己 比如抓破衣服 抓伤自己 或者把自己挖流鼻血涂满脸 或者甚至跟我们吵到不可开架的时候 她去拿刀子要伤害自己 或者拿剪刀剪自己的头发 之类的这些行为 然后我们寻求过很多方法 大家说最科学就是找医生 我们医生也评估过 医生认为她的心理状况没问题 然后我们一般我们 以前我认为我真的不迷信的人 为了家里的这个平安啊 分心啊 开始寻求很多的方法 像公庙啊也开始去 然后涮蜜桃楼台 然后人家介绍各种 可以让小孩专注力啊 或平缓情绪的各种精油啊 什么方法我全部都愿意试 可是越是越怎么样 越不心安耶 因为像公庙啊或者去留恋啊 她就不只是想要小孩 就会连你家里啊 祖先全部都想进去 那我们为了要买平安 也都愿意花这个钱 都花了以后开始 她给的建议会跟你说 今年你要注意车关哦 这个小孩今年不要去升山哦 我们会怎样 为了平安要遵守嘛 有时候玩到刚完或下午 还在山里面 就要像逃命一样 把她逃出来 然后七个机车 就随时有人很靠近或走 靠近或说她会有什么 因为我们都会变得很紧张 然后再接触 接触我们超毛的书籍后 老师说要实验 后来我就曾经在她非常情绪很大的时候 像里面提到的说眼神这部分 当时开始让我确实活在恐惧里了 因为有时候她脾气起来的时候 我就觉得我这么深爱的一个小孩 她怎么那个眼神让我觉得真的是一个恶魔 恶狠狠的讲出那些想要伤害我的话 然后那我觉得她场上后落 持续降下去感觉会是变成一个很恐怖的人物 而且她跟先生之间的关系越来越不好 两个人根本就是像抽人 我就会从想说我为什么深爱有两个人 这个孩子也是我生出来的 我如此的深爱她 为什么开始变成我想到她要放学回来 一个晚上的时间 我要回家路上就开始恐惧了 今天不晓得又要发生什么事 今天会不会又扭打在一起 今天是不是又要哭一整晚 这类的恐惧 到了假日更恐怖 因为平常只是一个晚上 到了假日我要害怕整天 因为很常从洗妆就开始生气了 然后实验啊 我看到当时我也有看到这个张机 我真的实验以后觉得真的在情绪很大 情况下我们找的地方冷静 冷静的时候做心法 不久后那个不会道歉 腰很硬 头也很硬的小孩 在过了可能几小时候吃饭或干嘛的时候 她会突然很震惊的来跟我道歉 而且讲的话跟我刚刚心法中的孩子 一模一样欸 用出去让我觉得 哇太神奇了 这是许愿池吗 还是魔法术 就很开心 然后持续的这样子用以后 她的情绪出了足 真的有几件转变 然后就开始自己更加努力的来提升 然后记得有一阵子我更努力的吧 怨力加大的瞬间 她改变得更多了 她对妹妹的这个仇恨感 瞬间好像有减少很多喔 而且回来会找她玩 会教她功课 甚至还会把学校发的好东西 拿回来跟她分享 这是以前都没有过的 而且我分享一个之前没讲过的 我那时候就觉得好开心 然后曾经跟她聊天的时候 说哥哥你现在变得真的好可爱 好温暖喔 我变成你的粉丝什么 在聊天的时候啊 她就突然说 妈妈我跟你说 我做一个很酷的梦 妈妈就想又来了 她每次跟她聊天 她都会 互左右而言 她都不想打我的话 然后她就跟我说 我啊 上礼拜我做了一个很酷的梦 我做什么梦 只要跟她聊 她就说我梦见啊 我在看两个人打球 打着打着 她们突然打到我的脸 我就昏倒了 我醒来以后 在一个很亮很亮很大的一个大房间 我说那你看一看吗 她说不怕啊很大 而且啊 我听见那个感恩宇宙的歌 因为她不想要叫感恩室巨记 她就说 就是我听到那一首感恩宇宙的歌 而且是那个 是男生唱的不是女生 我说哦 然后呢她就说 因为我那时候就想说 她怎么会梦见这首歌 因为平常她之前曾经跟我抗议过说 所有的歌她都喜欢 超法歌她都喜欢 不只有这一首 比较不喜欢 希望我不要放 然后 所以我那一阵子 其实因为很久没放 都是放 在家都放其他的 到这一首我会尽量 因为她不喜欢 我就想说好 她先闭掉 她既然梦见这首歌 然后 她就说 她在梦中啊 就一直听见这首歌 所以她不害怕 然后她觉得很大很新奇 一直走的时候 她突然闭到东西 结果她看见她身上有 两三个黑影就这样飞出 被冲走了 然后我修心就觉得好感恩 我就是真心相信说是老师帮助了 我们可能把她身上的某些不能量 帮她清理掉了 真的非常感恩 然后 嗯 超马 现在对我来说真的就是一个很大的保护伞 我们每天把能量提升 这个保护伞就保护着我们 然后 然后 我再分享一个我母亲的 当时啊 因为我接触以后 就是在各种实验里面 觉得都受益的情况下 我就把 书还有能量 能量机送给妈妈 然后那时候 因为妈妈其实 有在别的系统做 义工 所以我就也很怕她不能接受 所以我也没用我讲太多 我就跟她说 欸这个书啊 我觉得很不错 她说啊 书 我现在眼睛看 我比较没办法她一直看书 我说 那没关系 我们听这个能量机 里面有地质龜 我有跟她介绍说 菜里去老师 还有我们 这个写这本书的导师的那个 音档啊还有歌 然后 之后送她以后 我也不想她有没有听 可是后来发现 欸我每次回能量机 要说 打开门的时候 她有在听歌欸 然后我有就问她说 你有没有听前面的地质龜 她就说 有啊我都已经听第二轮了 然后就这样子听着听着 她都蛮喜欢的 可是因为那时候 她也比较忙 我有跟她介绍 她感觉 她都觉得不错 但是那时候没有 她比较没时间来参与 后来我有邀请她 欸 后来 在六月初的时候 那她就天天她就跟我说 欸我天天 现在变成不喜欢听那个电视上的卡拉OK 节目了耶 然后新闻有时候也不想看 就是只想听你这个音档欸 真的还不错 然后在六月初的时候她算健康喔 可是有一天却在厕所里面昏倒 而且她昏倒是 有撞到地板 所以她醒来的时候 她说满整个地板 浴室的厕所全都是血 然后她后来看了一下时间 她应该有昏倒一个多小时 然后醒来后 还去缝了八生 然后在这中间她有跟我说 她有跟我说欸我昏倒期间啊 有做了一个梦 我觉得是这个梦喔让我醒啦 我说什么梦 她就说我在梦里面啊 有个人一直跟着我 一直跟一直跟 那时候因为已经学习超好 知道负能很好 我就心里想啊负能量 来跟她了 然后我就说真的喔 她长成样子 她说我有偷偷看 但看不是很清楚 但感觉她高高帅帅的 而且还穿西装打理打 我就跟她讲喔 那高高帅帅的 至少帅帅的 应该不是不能量 于是 然后我就说 然后她就说 在梦中啊 她感觉到有另外一个自己 站在另外一头一直叫 她说往这边跑 往这边跑 这边比较亮 然后她说喔前面真的很亮 她就一直跑一直跑 越跑那个亮 亮度越来越强 越来越强的时候 她因为觉得很亮眼睛 快看不见 可是又想要摆脱这个 一直跟随她的人 因为走得很紧 然后她就真的开始 她前面那个自己 还跟她说 用跑的 然后她一跑 欸就醒来了 我就跟她说 喔好啦有醒来就好 幸好有那个帅帅的人追你 然后这件事情就这样过了 那是六月初的事情 六月六号 然后到 因为在那期间我就跟她讲 我们的这个六月底的讲座 我就跟她说 欸我们有个讲座 这个讲座很好 我们一起去 她也同意 然后我们去的时候啊 那个当 我刚刚萤幕出来的时候 我们坐在那边萤幕出来 她就在那边一直跟我说 就是她欸她欸 我说什么她 她说你记不记得 我一直跟你讲 我昏倒里面 那个一直在跟我的人 就是蔡里旭老师呢 因为她萤幕里面 她以为蔡里旭老师 我就跟她说 我就很醒来 她说 你小Sandy 这是艾亚圣德导师 这是我给你的那一本书 音访的那个导师 不是前面的蔡里旭老师 她说不一样吗 我说对不一样 那我就觉得 我就跟她说 你看她很感恩 你看你连这两个老师 都还分不清楚 然后老师就救你了 所以她现在也很认真在学习喔 而且也常常会老郎一起来这边 他们就来的 来的都觉得很开心 还有我想说 这个课是真的很棒 我们有时候要邀约新人啊 什么 跟他们讲 读书会 有的人她就跟你讲 我现在不爱读书 没办法读书 有各种理由就对了 那我们就跟她讲 我们去吃个下午茶 去吃个饭 人家天天吃饭 很奇怪喔 都会愿意喔 然后就跟她说 我们去吃个饭 而且这个饭很好吃 有咖啡有红茶 而且吃完以后 还有个讲座耶 然后这样他们几乎就都还蛮喜欢 然后来过以后 通常就都会蛮喜欢继续来 那我就觉得这也是个很棒的读人方式 我的分享今天到这边 谢谢 谢谢